人老了,儿女出现这几种情况,比不孝顺还可怕,后悔没早点知道。 子女孝顺,对于父母来说,如同积蓄,是人生中的一大财富,父母都希望子女可以听话,感恩,可是,很多孩子,越长大越叛逆,不懂得关心父母,对自己的人生也难以负起责任。 季伯伦说,有的儿女使我们感到此生不虚,有的儿女为我们留下了终身遗憾,儿女的一些行为影响到父母晚年生活的质量,儿女有这些行为,大多是不孝,父母要趁早为自己做打算,不愿出力出钱养老。 子女长大了,就要靠自己的本事去赚钱,不要事事都指望父母,他们老了,身体越来越差,自顾不暇,子女应该多陪备他们, 给予他们帮助和慰藉,尤其是,在父母病倒时,更要给予照顾,出钱出力,多陪伴。 之前,看过这样一则报道,老太太一个人,将六个孩子都拉扯大了,可是,当她老了,病重了,几个孩子都没有去看她,更没有照顾她,原因就在于,孩子大了以后,她改嫁了, 而女几乎没有去看过母亲,觉得母亲已经改嫁,就应该现在的丈夫承担她的医药费,照顾她,在医院, 为这是争执不休,让老太太彻底心寒,在父母生病时,舍不得出钱,也不愿出力,觉得父母就是累赘, 这样的儿女,会让父母特别伤心,劝孝哥中写道, 此物上繁补,高扬游贵族,人不小其亲,不如曹与木。 为人不孝,心中不知感恩者,在其他领域,也不会有太大出息,卷走父母养老前,有一种不孝, 儿女以各种理由和借口,将父母的钱一点点卷走,很多做儿女的,不够独立,觉得上班赚钱太难, 不想努力工作,会回家打听父母有多少存款。 一门心子去骗父母的钱,有些子女会装上镜,说自己要报辅导班,学习一些专业技能, 向父母要些钱当学费,其实这些钱都用来吃喝玩乐了,还有一些子女说是要创业, 但是,她没有了解行情,也不懂专业知识,向父母要钱投资,折腾来折腾去,都赔进去, 根本没有能力偿还父母,儿女逃避责任,什么事情都靠父母来收拾残局, 算计来算计去,眼里只有钱,父母老了,耗尽了所有的心力,也耗尽了所有的钱, 晚年过得难过,痛苦,明目张胆,争夺家产。 如若,自私自利,丝毫不顾及父母的感受,明目张胆的算计家产,最为不孝。 那,火丧说,金钱并不像平常所说的那样,是一切邪恶的根源, 唯有对金钱的贪欲,及对金钱过分的、自私的、贪婪的追求,才是一切邪恶的根源。 有许多儿女不想孝敬老人,只想挂分父母的钱和房产, 对父母所有的付出,都是殷勤和讨好,都不是出自于真心的孝顺,做做样子。 想得到父母的认可,能多分些利益,为了钱,与兄弟姐妹不合,看不到父母伤心得泪水。 不管他们有多心寒,眼里只有钱,不顾念亲情,这样的儿女,就像是来讨债的, 当她的利益分少了,当即就会翻脸,把父母当成仇人,不再伪装乖巧懂事, 而是像无赖那样,强取豪夺,让父母的日子越来越凄苦,只会说好听的话, 人都喜欢嘴甜,会说话的人,老人也是如此,往往偏爱会说话的子女, 但其实,会说话的子女,在干涉时,可能屁用都没有, 看人不要看一张嘴,而要看她的行动,都挺好理, 苏大强夫妇最疼爱的,就是二儿子苏明成,在他身上花钱也最多。 而苏明成的最大特点,就是嘴甜,会说话,是他妈咪的乖宝宝, 平时总爱哄着他妈,讨他妈的欢心, 但其实,细细算一下账,三个孩子里,就他花他爸妈的钱最多, 后来老人有了事情,他根本靠不住,说白了, 有的子女嘴巴非常甜,是因为嘴甜是一种工具, 能够获得父母的喜爱,时间长了, 他就能从父母那里,得到更多的利益回报, 这笔账,他算得很清楚,所以说, 父母对待子女的态度,应该聪明点, 不要听信一面之词,听信什么我会孝敬你的承诺, 而要看实际的东西,看孩子有没有相应的举动, 看孩子平时有没有照顾自己啊,带自己看病啊, 这些东西更加靠谱,只知索取,不懂付出, 父母爱孩子是有方式方法的, 但是多少父母,因为过于疼爱孩子,超越了界限, 以至于爱变成了溺爱,孩子要啥都满足, 孩子做错轻易就原谅,孩子与他人发生了争执, 父母却不分清空皂白,站在孩子的一边, 久而久之,时间长了,孩子就觉得父母给自己的就是应该的, 到老的时候,身边的孩子不孝顺父母, 作为父母的反观孩子的表现, 才突然发现,原来从小到大, 孩子都未曾给自己付出过什么, 孩子过生日,父母准备礼物, 父母过生日,孩子却一句吉祥话都没有, 孩子生病了,父母亦不解怠地照顾, 父母生病了,孩子却一杯水都不会倒, 有时候,孩子的不孝顺,恰恰是父母的爱过度, 灌出来的,胳膊外拐,忘记恩情, 在我的身边,有几个这样的女人, 不准丈夫给公公婆婆赡养费, 丈夫在努力工作,赚再多的钱, 也要看女人的脸色吃饭, 假如丈夫悄悄存资房钱,给了父母, 女人一准会大吵大闹, 导致公公婆婆不好意思, 把钱退回来,久而久之, 男人就疏远了父母, 什么都听女人的, 为什么会出现娶了媳妇忘了娘的问题, 有很多原因, 婆媳关系败坏, 儿媳对公公婆婆视为眼中钉, 儿子儿媳太自私, 压根不想管老人, 儿子早就想逃离原生家庭了, 分析了原因, 然后老人对症下药, 去改变自己, 再看看, 有没有改善婆媳关系, 能不能挽回儿子的心, 若是不能, 那就别盲目讨好了, 从感情上来分析, 儿子和儿媳是夫妻关系, 他们在余生, 一起承担生儿孕育的责任, 一起赚钱养家, 在很长时间, 这份感情比亲人的关系更亲, 特别是那些从小就对原生家庭有怨气的人, 一旦结婚就逃之夭夭, 根本就没有打算帮助父母养老, 一些兄弟姐妹多的家庭, 老人无法保证所有的子女都得到很多的爱, 有人被冷落也不奇怪, 但是年轻人不会如此考虑, 每个人都很自私, 当然, 一些外家的女人出家之后, 丢了娘家的情况, 也会很明显, 电视剧都挺好理, 苏茗玉从小被母亲冷落, 因此他外嫁之后, 对于娘家就没有什么好印象, 虽然剧情到了最后, 苏大强说了很多想要关爱女儿的话, 激发了女儿反哺的心, 也不能挽回曾经的伤害, 岁月不会倒流, 子女不能在父母, 夫妻感情两方面均衡, 把关爱父母的事情忘了, 不是无意做法, 而是有意而为, 父母别不知道, 长期远行逃避父母, 现在有一种心形不孝, 很多家庭都有, 子女远行好几年都不回老家, 当然, 子女也会强调, 很多客观因素, 说自己工作忙, 脱不开身, 老家太偏远了, 路上消耗时间太多, 路费太贵, 车票难买, 等自己有钱了, 一系列的理由, 似乎说得过去, 也是子女的片面之词, 人在外地, 混得如何, 父母不知道, 父母就是走不动了, 也不能去找他, 因此, 孝心就影子也不见了, 更可怕的是, 外出多年的子女, 还打电话向父母要钱, 具体花钱干嘛, 没有人知道, 不管多远, 都不可能阻挡尽孝的路, 只是你愿意不愿意, 长期不回家的人, 无疑是逃避责任, 俗话说, 远亲不如近邻, 与其一辈子贴补远方的子女, 还不如对邻居好一点, 邻居起码有个照应, 能送老人去医院, 人生如奔驰向前的火车, 路程再遥远, 也会有终点站, 年老体衰, 精力不济, 慢慢地越来越脆弱, 若是, 一个人想体面地走完最后一程, 要为自己多规划, 丑谋, 人老了, 如果子女不孝, 在这三件事上, 别犯糊涂, 别亏待爱人, 人生路上, 好好爱惜伴侣, 子女不在身边, 伴侣就是唯一可以依靠的人, 之前, 我去医院看望一个病人, 临床是一个老大爷, 突发脑梗, 行动不便, 妻子忙前忙后, 给他洗脸, 擦身, 翻身, 大妈年纪也不小了, 身材瘦弱, 看他照顾老伴很是吃力, 可是他一直温柔地陪伴, 从不叫苦叫累, 老大爷总是一脸愧疚, 说他连累了老伴, 大妈总是说, 不要光动嘴, 你快点好起来, 将来还要伺候我, 两个人相如一墨, 让人看到真正的爱情, 到底是什么样子, 肖伯纳说, 结婚后, 夫妇间的关系, 并不是单方面的要求和给予, 必须各尽所能, 各得其所, 才可能发挥的极致, 年轻时, 不要亏待爱人, 老去之后, 他会呵护, 照顾你, 不离不弃, 若你总是惹得伤心, 彼此的关系特别差, 那么晚年会特别孤独, 没有人知冷知热, 种瓜得瓜, 种斗得斗, 万事皆有因果, 子女若是不孝顺, 就更要懂得爱惜伴侣, 伴侣也会回馈给你更加深沉的爱, 别把积蓄消耗掉, 人老了, 一定要多为将来筹谋打算, 别因为任何事情, 把钱都花出去, 暗价中的老颜夫妇卖了一辈子包子, 辛辛苦苦攒了点钱, 一下子都给了儿子儿媳买房子, 在付款的时候, 徐文昌还提醒了老颜夫妇, 说可以选择分期付款, 其实, 他的钱台词是留些钱在手里, 就算儿子儿媳不孝顺, 他们还有些积蓄可以自保, 房子仅不明白, 总是觉得依次性付款, 不用承担利息, 是更合算的一种购买方式, 可老颜夫妇真的把钱都交了出去之后, 他们包子店开不下去, 儿子儿媳的新家也不让住, 老两口只能无奈地蜷缩在杂物间, 无奈地盘算着未来该何去何从, 电影《寄生虫》中说, 钱就像一个运斗, 能烫平生活的所有褶皱, 人老了, 精力有限, 一定要想方设法留些钱财傍身, 即便在爱自己的子女, 也不要将自己的钱都消耗在子女的身上, 因为不是所有的子女都会感恩父母, 孝顺父母, 未来会遇到很多难处, 有钱就能让这些坑坑洼洼的地方填平, 未来的路就能走得更加平坦一些, 自己都比有钱, 总会更加自如一些, 在晚年给自己留下充足的积蓄, 可以用来度日, 也能保证你的生活质量, 别过分忧心, 打破生活节奏, 人生一辈子, 别想不开, 没有过不去的坎, 多笑一笑, 用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, 巴普洛夫说, 忧愁, 顾虑和悲观, 可以使人得病, 积极, 愉快和坚强的意志, 和乐观的情绪, 可以战胜疾病, 更可以使人强壮和长寿, 人老了, 心态也很重要, 很多人, 想不开, 总是喜欢和自己较劲, 生活条件好, 会为了孩子的工作范畴, 孩子的工作找好了, 又会为他们结婚生子苦恼, 一切都顺利的情况下, 又会感慨青春一世, 害怕自己的什么不治之症, 每天都惶惶不安, 慢慢地失去了生活的乐趣, 不管自己的境遇是怎样的, 该放就放, 该忘就忘, 子女不孝顺, 也要保持好心态, 去生活, 挖空心思过好每一天, 把每一天都当成上天的恩赐, 让自己活得开心, 这一天才有价值, 感谢大家陪伴我们, 走过了这一期的大道无形,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 请不要忘记点赞, 分享,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, 以便不错过未来的精彩内容, 同时, 也欢迎在评论区, 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感悟, 让我们一起在交流中成长, 下期节目, 我们不见不散。 请不吝点赞,